还有没有 坡还很大的 你是电里电厂 我是靠脚的 靠脚你能踩不动的那是 我都踩了这么多坡上来了 那这前面更高更陡 我的天内很高的 那完蛋了 加油朋友们加油 我可不想在这个峡谷里面过夜 我真的不想 我怕有没你过来找我 今天是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的一天 我起床了 朋友们 昨天晚上睡得很香 我的铁锹 你怎么把地上搞了这么多棉花呀 下来 刚才我说去接水 这位大哥说前面那个水机是坏的 没有开水 然后他说帮我烧一点 这位大哥真好 您是住在这里啊 有人坐在这里 有人坐在这里 我来这边接自来水 那这一壶烧了还有多 我这个 衣服还不够 够了 我这个看起来大其实装不了多少 哎呀这位大哥真好 大哥你哪里的呢 这是本地的 这像本地的 嗯 哦呀 这是静云本地 静云县本地的啊 真好真好 我这一路遇到的好心人实在太多 因为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是善良的 非常好 都是互相互助 为我们中国人点赞吧 朋友们 这条街好香啊 买点吃的吧 我看一下 香菇菜包 买了包子 我铁锹两个人吃 来把这个菜包吃了 吃了有劲灯了 今天是最艰巨的一天 也是最主要的一天 还没开始我就要上那座山了 那座山看起来是一个环形的 上坡非常之大 正式进入大山 上坡阶段 这是我进山的第一个坡 第一个坡 我只能用骑的 因为体力充足 爬行第一个坡 体力是非常充足的 加上我又吃了几个包子 吃了早餐 现在第一个坡没问题 这个坡 是弯形的 我也不知道前面有多远 我们继续往前爬 这个山的边上还有一所医院 叫静云苏林医院 这个坡非常快呀 又快又陡 体验我下坡刹车的时候了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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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刹车刹住了 看到没有 我这个镜头虽然没拍好 但是 我刹车 因为明显能够干得到我 感觉得到我速度下降了 停了 你看我又松 它马上又快了 又快起来了 马上又快起来了 哎 这个下坡非常之急 这个刹车很凝很凝 哦 又来了 我要刹车了 不能太快 哦 等下乘到人家房子里面去了 哇 下面的风景好漂亮啊 特别是这样的山下面的房子 全部是一个颜色一个造型 前面那个就是开采石头的大山 石头一车一车的往下运 这边的石头是非常之多 我们出发了 这个山上 确实啊 被静云县这个地方被命名石头城 那也不是随便命名的 确实石头 非常之多 在这个大山深处骑行啊 今天好像没什么太阳 我现在感觉到冷起来了 可能早上 感觉温度还高的 有太阳 现在太阳没了 我就把衣服穿起来了 前面右拐 进入蛟龙大峡谷 会在那个峡谷里面 我也不知道那个峡谷是什么样 这些大山是怎么长起来的 长得是这么的漂亮 跟广西桂林那边的山差不多啊 很有那种感觉啊 朋友们 在这个大峡谷里面 下面是一条 峡谷里面的水 流到一条小河 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也没有无人机 可以飞起来探索一下 只能自己 亲自去体验 是坡 还是路 谁也不知道 如果是坡 我就把它爬过去 如果是路 我就把它骑过去 如果是楼梯间 我就把车给背过去 总之 一定要过去 在这个峡谷里面 没有人也没有车 这位帅哥告诉我 他说这边基本上全是上坡 没有下坡 他到那边去 他总要有下坡吧 一个下坡都没有 很少啊 那完蛋了 爬山了 爬山了 这边是不是属于大峡谷了 还没到 大峡谷还要 骑的话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麻烦了 那今天爬山估计有得爬了 谢谢了 谢谢了 没事 冲上去 我们冲 还好我昨天把电充满了 如果没有充满的话 我一定会被困在这个大山里面 哎呀 哇 已经起不动了 真的起不动了 已经 身上都湿透了 这两边都是大山 我只能推了 朋友们 没有选择了 要溜了 要溜了 别溜了 别溜了 我刹车一松他就来退了 别溜 朋友们顶住 耶 上 对上 耶 上 啊 上了 幸好这个还带一点电 我带一点电 我推也推不动 啊 前面 就是我向往的地方 要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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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大概还有500米 就到了 到了我向往的地方 朋友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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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终于把我推上来了 很多朋友说 用这个背带来拉 啊 这个背带背过来 我背着它就是来拉 拉车的 但是没想到 根本拉不了 这个背带绑起来 那个人是斜的 因为这里是一个轮子 如果没有这个轮子 轮在那个中间 它就好拉 因为它是斜的 根本受不了力 越拉它越紧越不走 所以说就就不用了 只能推 硬推 铁锹 等一下 到前面宽裕的地方 我把你放起来 享受一下大峡谷的味道 在这个峡谷里面 我们上来了 前面还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坡 我已经害怕了 朋友们 这个山非常之大呀 现在又是盘旋山路啊 这个汽车都上不去 我现在是硬踩啊 加把镜别停 千万别停 停下来我就麻烦了 千万别停 加把镜 摩托车上得去 我也能上 我现在体能还有 我体能如果没有了 又要推了 上来了 我终于又上来了 一个大坡 今天 今天真的是爬坡的一天 这个视频 主要就是爬坡 朋友们 这个峡谷 哦 前面还有那么长的坡啊 哎呀 我的心里面好凉快啊 哎大哥 里面的坡多不多 后面的坡多不多 很多啊 哎 哇 完蛋了 朋友们 看了这个条路了吗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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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要转到山上 我是从下面转上来的 已经转上来了 真的 前面看到那个围栏路了吗 从这边转上去 这样子S型S型转转转 我的个怪 转到那边 又往那边转 天呐 我腿都已经软了 什么 什么 你这是什么用啊 我这个睡觉的 这个山还有多少啊 到哪里 到温州 到温州还有一岛 打个吗 我这个山坡还大不到 还有没有 坡 哇 还很大的 你是电里电厂 我是靠脚的 靠脚你能踩不动的 那是 我都踩了这么多坡上来了 那这前面更高更陡 我的天呐 很高的 那完蛋了 加油 朋友们 加油 我可不想在这个峡谷里面过夜 我真的不想 我怕有美女过来找我 我害怕呀 这个山里面 静悄悄的 爬不完的坡 爬不完的坡 虾谷 我前轮它开始打滑了 还好我前面装的重 装的是两瓶水 三袋狗粮 狗吃的是够了 让它很重 压着它 不然前面就会打滑 我推一劫 爬一劫 让我的腿的体能 恢复一下 再来踩 哎呀 接着我上火吧 哦 我那个怪 真的 上来了 上来了 还有坑啊 前面 朋友们经过我无懈的努力 我已经从那边那座山翻下来了 终于下来了 现在我的内心松了一口气了 但是不要开心 还有大山等着我往前面翻 现在已经穿风道雨要来了 狂风暴雨要来了 天已经在飘雨了 我现在走还是不走 现在这里有个亭子 这里可以躲一下雨 我看到上面有一个葫芦 有个茶壶 茶壶这里在 哇 这个雨下来了 这里这个地方是产茶的吗 这个水是怎么上来的 茶壶 这水是怎么上来的 好大一个这个湖 这边还有采茶叶 他们这里 下雨了你们还去采茶叶 不采了 这雨下大了快快快 你看 哇 鲍鱼要来了 这个雨好像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我就继续出发了 从这条路一直走到永家 走了 现在雨小了 这个水不停的热流 不知道是不是干净的能不能喝 按道理来说是能喝的 因为它山顶上应该没什么污染的 不能停 朋友 我现在说话也不能说了 不能说 说了就浪费我的气力了 上来 上来 交龙大峡谷欢迎您 我现在是过还是出啊 我的天呐 现在有一点把我搞蒙圈了 我都爬了这么多山了 你不要说现在才进交龙大峡谷吧 完了 他打了个箭头 是往这里进 那麻烦了 上面写了交龙大峡谷 经典有那个隧道进去 天呐 我就进不去不去了 从这边进去 从这里走 哇 今天这个风也大 阻力特别大 我的天呐 风往我这边吹 但是这边的风景确实漂亮啊 朋友们 不忘此情啊 哇 他们电瓶车都上去了 我上得去吧 加油 在上面泼 让你休息一下 朋友们 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上来的 这个坡 这个坡 厉害吧 还有 很多这样的 翻山越岭的坡 还是边山一角啊 朋友们 你们说这个是不是翻山越岭 骑着眼毛流 行不行 你们说了算 来 像个 螺丝转一样的山坡 我还在往前面爬 虽然 不是扛过去的 但 我一定能过去 爬过去 我的电 少了一格了 绝望沿大胶段 继续骑行大约5.8公里 大胶段 5.8公里 我的个怪怪 蛟龙大峡谷 我上来了 你看他那个 阶梯的门 从那个上面 蜿蜒盘旋的上去 上面就是那个 玻璃栈道 我上来了 其实每个男人 都不容易 太多的事情 无法逃避 真相的责任 终必前进 为了将来 要适合奴隶 实在努力 其实每个男人 都不容易